这会是你所向往的生活吗? 男子花费长达两年半的时间 在深山密林之中打造出百姆田园小院 不仅开垦良田种上百种果蔬 还圈起栅栏养上各类家禽 从而在荒野也能实现吃肉自由 一大清早就已经晴空万里 前些时间帖子已经把庇护所搭建好 今天趁着时间充裕打算在庇护所旁边搭建一个厨房 由于之前帖子已经帮刚子搭建过庇护所 现在自己搭建起来就得心应手了 由于厨房是跟庇护所连接在一起 所以搭建起来就相对简单 只需要在庇护所旁边立上两根顶梁柱 随后就用横梁将庇护所的屋檐连接在一起 并且利用竹子搭好屋顶框架 现在搭建手法如此的娴熟 其实都是在刚子那里学来的 毕竟兄弟俩早早就立下誓言 看最后谁搭建的院子漂亮 帖子为了更胜一筹 特地去帮了刚子两个月 等技术学到家之后 才回来盖自己的田园小院 利用棕榆叶铺设屋顶也是在刚子那里学来的 这种搭建方式不仅节约成本同时防水效果也非常的好 从室内往上看也已经达到密布透风的效果 屋顶的搭建帖子没用多久就完工了 接下来是开始搭建厨房平台 它先是利用原木将平台搭建出来 然后再利用竹片铺设一遍使平台更为平整 在铺设平台时还不忘预留出灶台的位置 等它将平台搭好后才来到室外开始收集搭建灶台的粘土 没过多久就弄到了满满的一小推车 在搭建灶台之前先在底部铺上一层泥土 这样能很好地起到防火隔热的效果 下一步就就是在泥土上面铺上一层废弃的红砖 这样灶台的牢固性有了很大的提升 等灶台搭建完之后铁子开始用竹灭将墙壁封上 在它花费两个半小时之后终于到了装门的环节 等门装好之后厨房跟庇护所连接在一起毫无违感 为了平时居住更为安全 铁子还细心地给厨房门口安装上护栏 这样整体看起来就完美多了 在厨房完工后铁子将周围的垃圾清理一遍 这时候从这个角度看过去田园小院是如此的宁静 而厨房内的铁子已经开始架起灶台 并且放上一些手工编制的工艺品加一点缀 这时候的厨房就有了它该有的样子 在有了厨房之后铁子就有了大胆的想法 它打算放干池塘中的水 并不抓养殖了两年半的鱼 当铁子拿掉池塘的堵盖后 池塘里的水也开始顺着河沟流走 池塘中的水也逐步在下降 此时已经能看到很多鱼在游来游去 铁子也迫不及待想下去徒手抓鱼 奈何自己的手艺不行只能用超网猫 没多久就得到大大小小的螺飞鱼 等抓够自己吃后铁子再把池塘的水灌满 这样就可以有源源不断的鱼可以吃 很快它就把鱼处理好了 并且厨房也冒出了鸟鸟清烟 而铁子拿出早已准备好的烤鱼专用工具 在崭新的厨房里烤着香喷喷的鱼 没用多久鱼就已经烤得金黄酥脆 此时的铁子也把烤鱼拿到走廊享用起来 这样的生活真的就很安逸 在吃住方面没有花费一分钱 并且往后院子的改造空间非常的大 可以在这里圈起院墙种上各种蔬菜 等吃饱之后还可以躺在走廊上吹着凉爽的风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期待铁子的田园小院吧 这男人两年半步工作却不愁吃穿 只因为他在荒山野岭打造出百姆田园小院 不仅开垦良田种植果树 最后还因为田园小院故意漂亮成功赢取白富美 一大早铁子就把昨天搭建好的厨房修缮一下 毕竟用棕榆叶搭建的屋顶会有参次不齐的情况 而有着两年半理发经验的铁子轻松将其拿捏 等忙完厨房那边的工作他开始扛来一些地砖 这些地砖是隔壁王大爷家拆迁鱼留下来的 给铁子拿来铺设路机在合适不过 而铁子也是从烈日炎炎铺到青藩大楼 并且他还冒着被雷劈的风险 同王大爷家扛回炮老潭酸菜的观感 趁着下雨的时间他打算完善院子的自来水系统 等他刚把水管布置好 天空的乌云已经散去 而他趁着晴天将雨衣脱去 然后接着在地上挖出一条好沟 下一步就把水管预埋进沟里 这样平时看起来院子就比较整洁 而且走路也不会被绊倒 等他把水管埋好后便在出口的位置安装上水盘 这不一个简易的蓄水池就完工了 有了蓄水池还得有勺子 帖子拿来爷爷种植的葫芦娃将其一分为二 这样就得到了两个纯天然的勺子 你还别说用他摇水洗脚时蒸干净 好家伙转身的工夫就给养殖两名半的鸡哥洗了个凉水澡 这小子可比钢子失职多了 不是放水抓鱼 就是烧水杀鸡 家里没有矿的话还真不敢这样造了 等鸡哥洗完澡后他开始准备一些佐料 给鸡哥加上一点调料跟辣椒之后 他用态势按摩将其揉搓入味 接着就可以利用竹子把鸡哥串起来 经过一顿死亡捆绑之后 帖子已经在厨房不慌不忙地支起烧烤架 然后就可以把鸡哥放到架子上不停地旋转 随着时间的推移厨房也飘出了鸡哥的香味 昨天放干的池塘现在也恢复以往的平静 而鸡哥却再也不能给大家表演唱跳软 经过两个半小时的烘烤鸡哥熟 而帖子却笑了并且大口啃着鸡头 这种满足感一般人是体会不到的 吃了半天硬是吃不完 只好用容器装起来晚上接着灶 吃饱休息片刻之后 他拿来一根竹子好像在雕刻些什么东西 在他细致地打磨了半小时之后 一个长得像茶杯的容器就制作好了 你还别说看起来还挺精致的 接着他又找来了一些新鲜的竹子 在他一顿骚操作之后 就得到了一大把纯天然的快条 看来帖子是打算告别三哥吃手抓饭的习惯了 同时也让我们一起关注帖子田园小院的改造过程吧 这会是你实现财富自由后想要的生活吗 男子不想在大城市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 经过考虑之后决定辞去0.2万的高薪工作 并且花费两年半的时间 在荒野打造出百母田园小院 最后还因为院子太漂亮 成功迎娶白富美走向人生巅峰 今天一大早帖子就在庇护所旁边开出一块荒地 据我对帖子的了解 他应该会在这里搭建一个鸡棚 毕竟前些天一个进的给几个洗热水澡 再不自己养殖一些家禽 目前微薄的存款还不够买鸡苗呢 在一顿数落铁子的过程中 他已经完成鸡舍框架的搭建 看着这个养殖基地还是挺大的 但愿后期小鸡的长大速度 能跟得上铁子烤鸡的速度 毕竟铁子可不像钢子那么会省吃俭用 为了让鸡舍保留大自然的原资原味 在衡量的固定方式上 他选择用藤条缠绕布定 没用多久屋顶框架也完成搭建 下一步就开始搭建鸡舍的架空部分 这样可以很好地把鸡根鸡粪割开 从而保证鸡舍的通风透气降低鸡哥的死亡率 等他把架空层搭建好 便开始用竹灭搭建墙壁 在他枯燥乏味的编织半小时之后 鸡舍已经逐步成型 虽然看起来有点丑 但是在这里养上两个篮球队丝毫没的问题 等把门关上那一刻你以为鸡舍搭好了 骑兵屋顶还是敞开式的 而铁子为了方便自己直接去王大爷家 拿来成捆的塑料膜 用于将屋顶盖得严严实实 并还承诺等鸡哥长大后请王大爷吃鸡屁 害怕王大爷半夜来拿回防水布铁子 还用竹子固定了好几遍 这位鸡舍是搭好了鸡苗 从何而来却让鸡子犯了难 最终他还是想起刚拆迁的王大爷 并且去他家里成功借来了刚孵化没多久的鸡苗 非常懂得感恩的鸡子也跟王大爷承诺 等这些鸡长搭生蛋之后就用鸡蛋换回去 大爷听后瘫痪多年的自己 差点就站了起来 等鸡子安排好小鸡之后 便拿起茶杯坐在门口悠闲地喝起了茶 等他休息够后便背上罗筐出门了 也不懂他出门去干些啥 经过半小时的长途跋涉之后 他来到一处竹林如果没猜错的话 他是来收集竹笋的 这片竹林看着都像是王大爷家的 鸡子也试得揪着王大爷家的东西使劲耗 从来也不管王大爷受不受得了 没多久他就搞到满满一筐往家的方向走去 徒步了一小回他就回到了家里 回到家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竹笋的外壳包去 十来分钟就把竹笋都处理好了 在使用之前还得利用干净的山泉水洗净 这鲜嫩的竹笋拿来制作螺丝粉 是个不错的选择 由于一次性采摘回来的太多一下子吃不完 帖子还得将其切成小片 并且拿到太阳底下将其晒干 用不了多久它们都会变成细小的笋干 等他忙完手中的活材开始制作文饭 好家伙这一餐就得干上五六根热狗 有热狗还不行还得炸上一大碗的薯条 并且还用辣椒煎制成精美的荷包蛋 这丰盛的伙食不由让我想起 不会你也是拆迁户吧 特地来到荒野来体验生活的 经过我几番打听之后 才知道这些食物都是隔壁王大爷赞助的 鞋子在改造田园小院上还得加把劲啊 这样薅王大爷也会给你好穷的 这才是让人羡慕的生活 男子花费两年半的时间打造田园小院 不仅开垦良田种植果蔬 还学会制作笋干保存食物 并且生活上所需的家具都全是亲手打造 一大早帖子就泡上一些笋干 为中午饭做准备 然后他找来一些竹子聚成合适的长度 由于前些日子一直是坐在地上吃饭 总有吃不饱的感觉 今天他特地找来一些竹子打算制作桌椅 他先是把竹子的表皮刮干净 这样制作出来的桌椅更加美观 在竹子上画好记号后 他拿出当年在电子厂打螺丝的手电钻 在画好的位置打上口 一直重处这样的工作 直至四根竹子都处理好 下一步就可以用横梁将桌腿组装到一起 在完成支腿的组装之后 他便开始了桌面框架的组装 在由手电钻的加持下拼装起来就异常的顺利 很快就到了将个组件拼装到一起的时候 虽然说没有做过木匠的活 但是螺丝打得好 对制作桌椅还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等把框架组装好 就可以令电钻在连接触法上 随后就用木销定如固定 这样固定桌子就没有那么容易散架 等一下框架固定完下一步就到了铺设台面了 由于之前就已经预留好草口 现在按顺序卡入竹灭就可以了 随着最后一片竹灭卡入铁子的饭桌就完工了 接下来的日子他再也不用做地上示范 光有桌子还是不够的 于是他再找来一些竹子 接着他打算利用同样的工艺制作两把椅子 在有了刚才制作桌子的经验之后 现在的每一步制作起来都是得心应手 没用多久他就得到了一个椅子的框架 接下来就是给椅子安装上一个靠背 然后再用竹片将椅子的做板固定上去 等把尝出来的木箱锯掉之后 一套存手工打造的桌椅就完成了 帖子也急忙地坐上去感受一下椅子的舒适度 没问题之后才开始打米准备做午饭 在煮饭之前还需要利用山泉水将米桃干净 等米完全洗净就可以端回厨房开始煮了 趁着煮饭的工夫帖子去菜地里看有什么菜可以采摘 大家有认识这个菜的吗 你们那里都是怎么叫的 可以把大家不同的叫法打在评论区里 等帖子摘到满满一筐之后便往家里走去 这时候一大早泡的笋干也已经好了 捞出挤干水分之后便将其改刀成小块 然后再把二师兄上等的五花肉切成薄片 等把所有的菜都准备好之后此时的饭也熟了 接着就可以起锅烧油先把五花肉炒香 接着他又准备一些蒜末 提前放入锅中炒出香味 然后就可以放入空心菜不曾的翻炒 没多久两个菜就在铁师傅的忙碌下炒好了 为了吃得更有仪式感 他把饭菜都端到了室外 放到刚制作好的桌椅之上 今天就没那么丰盛了简简单单两个小菜 在有了桌子之后 帖子感觉可以多选两碗饭 门前的这棵大树适合夏季在底下乘凉 吃饱后还可以坐在树下喝上几杯凉白开 这样的生活会是你想要得到的吗 这是什么样的顶级享受 男人在荒野花费陵园买下白母土地 经过两年半的开荒破土之后 成功把之前的布毛之地变成了有山有水田园的梦想之家 一大早太阳还未升起 铁支就开始在灶台旁边收集一些草木灰 在没有化肥之前草木灰一直是纯天然的肥料 而铁支也是拎着装满草木灰的桶来到菜园 它先是利用锄头翻起一块新地 天气已经逐渐变得炎热起来 而铁支也是趁着雨水的旺季多种植一些农作物 它没有选择把这块地全部翻起 而是用锄头挖出一些深坑 在播种之前还得在坑里加上一些草木灰 这也是提前给农作物放置的底肥 然后就拿来市场上买的玉米种子 一个坑丢上两到三颗 接着再用脚把泥土灰填起来 这样才能保证种子正常的发芽 由于目前还是自己住在荒野 所以种植的比较少很快就种植完了 接着它继续拿来锄头开垦土地 小鸡也在一旁坐收鱼翁之力 逃出来的蚯蚓也够饱餐一顿了 这又是种上一些什么奇怪的农作物 把地里除成一条条好沟 然后才拿来去年没肯完的甘蔗砍成小段 为了过年的时候有东西拎去未来的老丈人家 铁支也是煞费苦心种植了一大片 等把甘蔗放好之后便利用泥土灰填起来 并在回去的路上在路边收集了一些植物 提前养成一些爱种植花花草草的习惯 从而获取评论区里的美女芳心 能在门前屋后种上各种鲜花的男人 会有女孩子不喜欢吗 不好意思画风突然转变 当你还在欣赏花的时候 铁支已经开始炒花生了 没有其他菜的他直接拿花生种给炒 看到这花生都有点忍不住来上两瓶勇闯天涯 等他把花生炒好才连忙搬出餐桌 然后回到厨房拿出他吃饭的家伙 你还别说这个手工打造的橱柜还不错 由于前些日子挥霍的过于严重 现在只能来上一锅稀饭配上一碟花生米 可能当初的辉煌要一去不复返了 接下来的日子只能通过勤劳的双手改变自己的生活状态 虽然一个人住在深山里有点寂寥 但是身心能得到非常好的调整及修复 等他吃饱之后便往院子外走去 原来是来到丛林里采摘一些野果 大家有认识这个是什么果实吗 吃了会不会中毒啊 有懂的可以在评论区给大家科普一下 这种貌似也是可以吃的 等摘得足够多之后铁枝才回了家 然后把采摘回来的水果洗干净 一个人坐在池塘边一边砍着水果一边喂给鱼吃 这样的生活真的是悠然自得 不用担心明天的工作和月底的房租 只要一人吃饱全家不饿 住在山里忙完的时候还可以坐在凉亭看着云斩云书 这不都是大家想要的生活吗 从来没有见过那么牛逼的男人 只因在大城市卷不过其他同事 便辞去0.2万的高薪工作来到荒野打造田园小院 经过长达两年半的改造 不仅有宽敞舒适的洗浴房 还开垦凉田种植白种果蔬 并且还养上各类家禽从而实现吃肉自由 一大早就看见铁枝在水缸旁挖坑 由于现在的天气已经越来越热 再不给自己搭建一个洗浴中心 过段时间估计要腌入味了 为了后期洗澡方便 他选择把浴室搭建在自来水的旁边 由于地面不是那么的平整 还需要利用石头电瓶 他先用大根的原木搭建出架空平台 然后徒手扛来了一大捆的竹子 下一步就按顺序把竹子铺在平台上 并且利用竹片跟竹灭将其牢牢固定 这样浴室的底部平台就搭建好了 紧接着他开始搭建屋顶 同样是利用竹子先搭建出屋顶的框架 然后再找来一些早已晒干的棕榈叶铺在上面 由于浴室的防水没有那么讲究 他先是在1米5的位置固定上两根原木 然后再不停地往里面卡上竹子 这样的搭建方式是比较省时省力的 没用多久就完成三面墙体的搭建 接着下需要用到一根较长的原木隔出门的位置 然后没有装门的一侧用竹子封好 接着把多余的竹子跟屋顶上了棕榈叶处理掉 这样一个宽敞舒适的洗浴房就搭建完成 为了后期衣服有地方晒还细心地安排上晾衣甲 等忙完一切他才把水缸移回原来的位置 然后他趁着时间还早就到院子里清理杂草 前些时间清理干净还来不及耕耕 现在的草又长到半米高的位置了 看来一个人管着这硕大的院子还是有点吃力的 花费两个半小时的清理还是没弄完 天色开始慢慢地暗了下来 铁质也到池塘边打了一桶水 用于灌溉院子里的蔬菜 前些天种植的玉米和花生也冒出嫩绿的新芽 等把菜浇完他又拿着食物到鸡棚里投食 前些时间还是幼小的鸡苗 现在看样子也准备地上烤场了 等所有工作忙完铁质才拿出衣服准备冲凉 此时也正好可以体验一下冲凉的乐趣 在搭建好浴室之后 接下来就可以清凉一下 没多久就洗好了 并且把衣服晾在了指定位置 这时候他才有时间打理他门前的花花草草 一个人虽然挺无聊的 但是每一天都过得非常充实 次日一早铁子就在削一些竹面 由于好几天都没有吃肉了 他打算尝试一下用陷阱铺鱼 只见他利用削好的竹面开始编织地龙 虽然他不愿意在大城市打拼 但是他懂得的手艺还真不舍 没用多久就编织好四个地龙 并且还利用多余的竹面编织出一对波及 真的是开局一双手剩下的全靠边啊 等他清理完门前的垃圾之后 他就拿着崭新的波及到地里除草 这掌是良好的蔬菜好像是山药的藤蔓 此时的天色已经不早了 铁子急忙倒掉杂草之后 便用铁铲挖出一些蚯蚓作为诱饵 然后就每一个地龙放进一小袋 接着就背上地龙往河边走去 把地龙统一安排在水深的位置 这样捕到大鱼的概率就会高一点 等铁子放完天色也完全暗了 摸黑回到家之后 用着较小的发电机 给庇护所提供微弱的灯光 次日铁子起了的大早 不因为别的只是单纯的被恶醒 然后简单的洗脸刷牙之后 他便朝着河边走去 仔细地检查着昨晚放置地龙的收获情况 由于笼子里面都是一些小鱼 铁子不忍心吃 它们所以统统都放生了 然后就一无所获地往家里走去 回家路上路过菜园 也只能摘些红薯叶吃了 经过铁子的细心烹饪 最后看起来还不错 一碟无公害的青菜也能干个两碗饭 而铁子又充实地过了一天 这绝对是荒野功能最为齐全的田园小院 这里不仅环境十分优美 还种满各式各样的农作物 并且养上各类家庆 从而实现吃肉自由 最关键的是 他还找到老婆陪他在这里生活了几年 清晨山里的空气特别好 鸟也空中在自由地翱翔 水里的鱼儿也探出头来呼吸新鲜空气 菜园的青菜也即将可以采摘 院子的改造过程也朝着美好的方向发展 而且他还是收到媒婆的来信 准备给他介绍一个漂亮的姑娘 他为了把握住这个机会 一大早就开始改造院子的工作 由于门前还是一块泥泞的黄土 今天打算用水泥沙子将其硬化一遍 从而给媒婆介绍的姑娘留下好印象 前些时间买的小黑也成功地喜欢上了这里 这样不仅可以陪伴铁子 还能起到看家护院的座子 经过漫长的搅拌之后 混凝土总算是办好了 他没有采用传统的回田铺设的方式 接着他利用塑料袋套入模具中将混凝土装满 然后就成为一袋一袋的铺在地面上 小猫看到地面开始硬化高兴地转了好几圈 而铁制可能觉得全部铺上混凝土成本太高 而且效果并不好看 然后才想到这样的铺设方式更有设计感 在他花费了几百个塑料袋之后 才勉强地将门口的泥土都铺上混凝土 后期在这些十吨的缝隙中 重上率只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铁制的田园小院也在我们的监督下一天天地在变化 还有一大块地没有被开垦说明院子 还有很大的改造空间 次日早上天气并不是太好 山间也被大雾笼罩着 而一场大雨却悄无声息地下了起来 这让地里的农作物得到了充足的水源 也让池塘边的鸭子洗了个欢快的冷水澡 而雨停了之后 铁制继续开始它的改造工作 小猫也想让院子改造得更加漂亮 也在一旁帮着忙 铁制类的时候还抱起小狗嘻嘻打闹 等休息好后便开始继续工作 今天是利用混凝土跟石头 砌出一堵较矮的院墙 虽然它没有从事过这个行业 但是干起活来跟老师傅没啥区别 为了让媒婆介绍的姑娘能看上自己 铁制也不断地在加快院子的改造速度 在它花费两个半小时的堆砌之后 成功圈出一块地 接着它用推车运送一些泥土 将这里回填起来 这里后期它打算樱化起来作为活动空间 小黑早已迫不及待地在这里玩耍 而铁制为了让院子更为漂亮也在加班改造 经过一晚的加班回填之后 现在就是利用石板将其压实 下一步就是运来沙子和石灰 并且换上它的沙马特战靴 然后就利用水泥跟沙子搅拌成混凝土 接着就均匀地洒在了平台上面 又经过一个晚上的通宵加班之后 第二天看见门口的活动场地就宽敞多了 而一大早铁制就在太原里除草 从而将院子打造成梦想中的伊甸园 这个男子为了能让喜欢的姑娘来到院子住 他正在加班将院子打造得更完美 前些时间刚硬化好的地面种上绿植之后效果不错 一大早的天气就已是晴空万里 铁制一早就坐在门口砍着竹子 为了让女孩子感受到自己是个贴心的暖男 今天他打算利用竹子给老母鸡编织一个下蛋的地方 他先是将竹灭放到地上编织出底座 然后就坐在小凳子上悠闲地编织着鸡窝 很快就得到不错的进展 竹灭在他的手中逐渐变成篮子 跟你们说句实话 铁制编织鸡窝并不是展示他式的暖男 而是老母鸡到处生蛋找不到 铁制才无奈地给母鸡编织一个下蛋的地方 没多久他就用竹子成功编织好鸡窝 一连编织好几个 这样就不会到处乱下蛋了 微风徐徐今天并不算炎热 铁制带着两只小狗来到家禽的养殖基地 他打算在鸡舍旁边新搭建一个专门下蛋的地方 他先在地上插上两根树枝 然后在上面固定横梁 然后在上面利用竹子搭建出顶棚的框架 接着就用扎袋将其逐一固定好 然后拿来之前剩下的塑料磨盖了上去 这样看起来就是跟鸡设施一个整体 接着在下面再搭建一个放置鸡窝的架子 然后他就收集了好几袋的芭蕉叶 接下来就把芭蕉叶垫在鸡窝里 给老母鸡营造一个舒适的生蛋环境 从而降低老母鸡难产的几率 等他把窝固定好后 他把之前生的蛋放了进去 从而吸引老母鸡过来生蛋 然后铁制抱着攻击意味深长地说 窝给你搞好了 你要是能生蛋 那就是攻击中的战斗机了 然后他从家里拿来一大盘食物喂养家禽 等喂完家禽之后 他打算对刚铺好的地面做些什么 前些时间铺设的水泥墩已经硬化好 现在需要将之前的塑料膜揭取 然后用小飞车运来一些肥沃的泥 将泥土均匀地撒在水泥墩的缝隙之中 看样子他打算在这些缝隙里种上一些绿植点缀一下院子 然后他拿着铁铲到草地里收集一些草皮 没多久就收集到了小半包 使出了吃奶的静态艰难地回到家 然后再逐一地将草种在缝隙里 你还别说种上草的院子效果还是挺不错的 拥有自己的院子是真的好 小狗都能安逸地睡着大满觉 希望铁制成衣满满的付出能得到姑娘的喜欢 而这个草丛早上一直种到了下午 在他不懈努力地坚持下完成种植 并且还在上面统一浇上一遍水 等他把事情忙完才带着小猫小狗出门了 现在天气非常的炎热 趁着自己悠闲时光 打算带着小狗来到河边洗澡 这清澈的河水让狗子都忍不住跳下去游泳 这般享受看来是做狗以来都没有体验过的 等两个洗好之后才往回家的方向走去 这时也刚好给大家展示一下铁制院子的地理位置 可以说被群山围绕是个非常难得的地方 或许这样的生活才是我们一直追寻的方向 这绝对是回家创业最成功的男人 不仅开垦良田种植果树 还圈起栅栏养上各类家禽从而增加收入 最值得高兴的是还是打造出上万瓶的田园小院 一早太阳斜射到房间里 此时的铁制正在忙着收集草木灰 趁着现在的雨水较为丰富 他打算趁机在地里再种上一些土豆 在种植之前先将土豆分成两块 然后再把切开的那一面沾点草木灰 光是用来种植的土豆都满满一波子 等做完这些他就拿着土豆朝菜地走去 在种植之前他还需要用到锄头将泥土翻一遍 且知在荒野已经生活了大半年 早已习惯面朝黄土被朝天的日子 数月的性情劳作最终也会得到满满的收获 等地处好就可以挨得将土豆放入坑里 这次种植的土豆比较多应该有好几分地 等放完土豆就可以用泥土将种子覆盖起来 在忙完脚下的工作之后 他看着棚子上挂着早已成熟的瓜 决定将其摘下作为今天的午餐 然后再来到菜地摘一些无公害的蔬菜 此时的太阳已经非常的大 上午的工作就告一段落了 他先把刚摘回来的青菜用山泉水洗净 然后顺手在旁边摘下一些辣椒作为佐料 接着再把今天中午的主菜削皮处理干净 等一切准备完就到菜地耗了一把葱 以前吃的有多丰盛 现在就过的有多器材 已经好久没有吃肉的 他现在只能用白开水涮着素菜 简单撒上一点葱花之后 简简单单又是一餐 菜没多少饭到是煮了一大锅 不过这都是自己亲手种植的蔬菜 虽然没有什么肉 但是也丝毫不影响他炫上几碗饭 简单的午饭过后 铁芝打算带着小狗出门去收集一些树枝 这里的环境也是真的好群山环绕的 经过漫长的翻山越岭之后 他终于来到了目的地采集一些树枝 由于此处的资源较为丰富一下就整到一大把 然后就抱着小黑子往回家的方向走去 回到家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树枝摊在水泥地上晒干 也不懂他打算用这些树枝用来干嘛 刚把树枝晒好他再次出门了 这次是到山上收集一些干枯的柴火 可能是家里的木材已经用的差不多了 所以才到山上收集了满满的一大把 经过几个来回的搬运之后 家里的柴火从心立上了小山丘 接着他来到刚搭好没多久的浴室旁 看着架势他对这个浴室是相当的不满意 所以他直接用双手把屋顶给掀了 其实并不是这个浴室不好 而是铁制之前没有细致地规划过场地如何使用 现在他打算在原来浴室的位置 重新搭建一个较为像样的厨房 现在的他只能先将地上的杂物清理干净 然后再把之前收集回来的树枝整理一下 接着就用树枝编织成扫帚 你还别说扫起地来还是非常干净的 在铁制的忙碌下一天很快又过去 也让我们一起见证他的田园小院慢慢的变好 这个男人两年不工作却不愁吃穿 只因为他在荒野打造了百姆田园小院 不仅开垦凉田种植果蔬 还圈起栅栏养上各类家禽 在这里生活简直不要太爽 山里的早晨空气特别的好 早起的鸟也在找虫吃 一大早铁制在为新搭建的厨房忙碌着 他先是在厨房地基的四周挖上滚 接着他从外面扛来厨房的顶梁柱 然后放进之前挖好的坑中 并且利用泥土回田加固 接着就先用原木搭建出厨房大致框架 在横梁之间的固定方式上 铁制采用的是竹条捆绑固定 而这种方式会存在一些隐患 如果时间久了扎带腐蚀之后 就会出现坍塌的现象 所以铁制为了让厨房更牢固使用时间更长 他所采用的是最成熟的三角式屋顶 这就能起到很好的支撑作用 很快他就完成了屋顶框架的搭建 接下来他就到丛林中搜集到击捆竹子 在搭建之前先在竹子两头砍出草口 然后再利用工具将竹子一分为二 经过分解的竹子更适合用于屋顶的搭建 接着他就将处理好的竹片传递到屋顶框架上 下一步就将竹子黄环相扣起来 并且利用竹灭将其穿入提前开好的孔中绑紧固定 然后就不断地重复着这样的工作 在他连续搭建了两个半小时之后 屋顶的搭建工作就完成了 由于屋顶对接的地方存在一条较大的缝隙 他不得不在此找来防水不将其铺设一遍 上面再加上一根竹子防止大风把它吹跑 等忙完这些之后 铁质才从屋顶缓慢地爬了下来 在下一步改造之前 他先把地面的垃圾清理干净 在有个小推车的辅助下很快就清理完毕 接着他在厨房的四周用绳子规划出墙角的位置 随后就利用铁铲挖出一条壕钩 接着他就推着小车到菜地旁收集一些石头 用石头作为厨房墙壁的地基确实不错 在他来回运送了好几趟之后 现在的石头就不够弃地基了 由于这些石头都是较为扁平的 所以他都是把石头立在之前挖好的沟里 这样的搭建方式不仅更省石头 而且搭建速度还比较快 在利用泥土回填一遍之后 这边墙壁的地基就算完成了 下一步就是按着前面的经验如法炮制 没用多久四周就被垒起坚硬的石头 然后他推着小车往菜地的方向走去 这时候是需要挖些泥土来回填厨房的地基了 由于厨房的位置跟水泥地 还是存在挺大的高度差 为了后续方便做饭 必须得利用泥土回填平整 在铁质不断挥舞着九尺钉耙之后 地面的平整度越来越好 为了防止后续地面出现下沉的现象 铁质还徒手搬起几十公斤的石板 拍打着地面的泥土 在他花费九牛二虎之力后 地面的平整度他才满意 接着他利用数差将竹子分成四分之一的竹面 然后再把一些毛刺削平整 下一步就到了搭建墙壁的时候 只见他将竹面穿到提前打好孔的竹子上 然后再把较短的竹面卡在横向的竹子里面 接下来就不断地重复着这样的搭建工作 随着时间一点点的消失 铁质厨房四周的护栏也已经搭建好 而他的田园小院也越来越宜居 如果是你会放弃城里的高薪工作 回到老家过上田园般的生活吗 这里没有尔虞我诈难以处理的人际关系 只有安静悠闲的田园生活 一早钢子就拿着几个菜篮往菜地走去 前些时间种的芥菜已经到了收获的季节 所以要趁着这几天的天气比较好 把芥菜采摘完就可以很快地将水分晒走一部分 才割了一小部分的地方就得到满满的一堆 此时钢子把采摘回来的芥菜先洗干净 接着就可以把它们统一放在栅栏上晾干 从这个角度看过去此时院子种的农作物越来越多 等他把菜晒完之后 他从屋后扛来了一大块木板 先是利用锯子将其一分为二 接着将木板架在厨房的一个角落 利用铁钉将其固定成一个简易的模具 然后推着小车来到池塘边挖一些优质的粘土 没用多久就搞到满满的一车 推回家之后用水泥将其搅拌一下 在搅拌的过程中不停地往里面加上水 接着就把拌好的粘土放入模具中 忘了跟大家说钢子是在做些什么了 其实它是在做一个简易的灶台 这两个桶的位置就是灶台架锅的地方 在回填的时候还需要不停地踩石粘土 很快灶台就在钢子的态势按摩下逐步成型 等粘土稍微干一点之后再将模具卸掉 为了让灶台更加美观 它还撒上水仔细打磨着灶台的表面 接着就可以把上面放置的桶拿下来了 这时候它需要在灶台的侧面挖出送火的口子 然后就将干柴放入灶台里面 迫不及待地测试这个灶台的使用效果 最终它对这个灶台也是十分的满意 接着它才想起晒在栅栏上的芥菜已经差不多了 然后统一收回准备制作酸菜 在腌制之前还要把芥菜切成小块 这样腌制起来更加入味而且不意坏 接着在里面撒上适量的盐 随后就用大力不停地揉搓着芥菜 等差不多之后就可以放进提前准备好的罐子里 这样发酵久八十天之后就成了老潭酸菜了 其实这才是人们该向往的生活 现在一味的几经大城市或许过得不一定比乡下好 狗子在院子安逸地随便找个地方就呼呼大睡 而这时钢子的酸菜也已经腌制完毕 利用塑料膜将其密封好尽等发酵即可 等忙完这些它再次拿着锄头来到地里 刚收获完的芥菜现在又可以重新种上别的农作物 在种植之前还需要将捕虹心翻一下 这样更有利于农作物的生长 等把地翻完后它来到其他菜地拔菜苗 这里的菜苗过于密集 所以它打算移走一些 将其均匀地种在了新开口的荒地上 虽然每天都在不停地忙碌着 但是到了丰收的时候还是非常喜悦的 等把菜苗种好之后需要浇上一片水 这样蔬菜的成活率会相对高一些 在院子越变越好的同时 狗子也越长越大 狗子也是忙到太阳下山才收拾东西回家 今天一早 狗子就推着小车从外面回来 原来是提前准备了一车的沙子 昨天刚完善了灶台 今天他接着把厨房内的设施再完善一下 只见他先是把混凝土办好 然后把办好的混凝土倒在灶台的旁边 接着便拿起小红砖开始累气墙壁 从城里回到老家 狗子把各项技能都玩得明明白白 可能狗子的小院太过于适合居住 鸟也跑到院子的树上筑巢跟狗子做邻居 而这边在小猫的认真监工下也完成墙壁的累气 接着利用同样的方式如法炮制出第二根墙 等墙壁搭好后便利用锯子分割木板 接着利用几根原木将木板连接在一起 这样就得到了一个简易的平台 在灌注混凝土之前需要把整个台面调至水平 然后就可以把搅拌好的混凝土倒入模具中 为了让台面更加牢固 他还在混凝土里植入评论区的杠筋 接着再用混凝土覆盖起来将表面打磨平整 这样的台面后期在上面杀猪都没的问题 为了让台面不那么单调 他还在上面铺上一层坚硬的石头 从而让人觉着这个台面不一般 等把石头铺完 他再次用小推车收集了很多沙子 同样也是需要利用水泥搅拌成混凝土 接着就用推车将混凝土转移到厨房的地面上 由于厨房本来就是比较淘湿的 用混凝土硬化一遍是非常有利用 为了不影响院子的改造进度 钢子打着灯都要把地面铺好 并且还拿来模具在地面上印上各种图案 这样地面不仅更加美观 同时也能起到防滑的作用 为了一次性交注完成钢子也忙碌到了深夜 次日一早就已是晴空万里 钢子拿着波及来到山上采摘一种不认识的东西 如果有认识的小伙伴可在下方给大家科普一下 钢子也是费了好大劲才把树枝拉了下来 没多久就搞到满满的一箩筐 然后就满意的往家的方向走去 刚到门口小黄就摇着尾巴上前迎接 回到家后他拿出较大的托盘将采摘的野果均匀的摊开 放在太阳底下亮晒 这时候的厨房台面也已经硬化的差不多了 钢子急忙的将模具拆掉 然后利用扫帚将台面打扫干净即可 等忙完这些之后 钢子才给自己烧上一壶茶 接着就可以简单的休息一下 一大早钢子就陪着两个狗子在院子里玩耍 食堂的小鸭也在水里疯狂的觅食 这是钢子从鸡舍背后扛来了一个台架 看样子像是前些时间做给母鸡下单用的 今天难得地里不忙便将其从心修缮一下 随后将整改好的架子拿回厨房 经过整理之后或许还能充当置物价 接着他将以前弄好的厨柜里里外外的清洗一遍 这一下子厨房里就多了许多储物空间 随后他才把锅碗瓢盆从房间里拿了过来 在有了宽敞漂亮的厨房之后 他就把前些日子泡的老檀酸菜也扛到了厨房里 等把东西都转运完 他才开始打扫厨房的卫生 然后再拿来之前编织好的各种篮子挂在房梁上 瞬间把田园小院的氛围拉满 而新建的厨房到今天才算真正的完工 刚子也是把炉子的火烧得很旺 许久没有吃肉的他不管天在黑也得搞上一根大餐 他先把上等的五花肉处理干净 然后将其改刀切成大块 接着从篮子中取出晒干的野花椒 经过捣碎之后将其撒到猪肉上 然后就将其抓匀腌制入味 这时炉子的炭火也已经非常的旺盛 接着他拿出专业工具将肉放到炭火中烤起 经过长达两个半小时的熏制烘烤之后 这时的猪肉也已经烤制得外酥里嫩 接着刚子就开始独享着美味的烤肉 许久没有吃肉的他今天吃得特别满足 吃饱之后才回到房间开始休息 次日一早太阳早已高高挂起 睡过头的刚子也急忙地从床上跳起来 估计是昨晚吃宵夜整的太晚今天才会睡过头 接着他急忙换上水鞋 然后就跑到地里给农作物浇水 地里的菜也在刚子的精心呵护下长势喜人 这头菜用不了多久就可以腌制成榨菜了 有了厨房之后刚子开始过上高品质的生活 就连早晨洗脸都需要烧上一壶开水 然后才开始洗脸刷牙 洗漱完之后他拿着过去出门了 经过长途跋涉他来到一条小河沟 看样子他是打算收集一些好看的鹅卵石 你还别说这些石头还挺好看的 没多久他就收集到足够多的鹅卵石 回到家后不懂他去哪里倒了两个大花盆 然后把一些多肉移栽到花盆里 等完全种好就可以把捡回来的鹅卵石放上去 这样看过去五颜六色还挺好看的 等刚子把多肉完全种好以后 便把花盆放在小鹿的两边 然后就抽时间跟小狗玩了一下 这才是让人羡慕的生活 男子花费两年半的时间打造田园小院 并且开垦良田种植白种果树 最后还因为院子过于漂亮成功迎娶白富美 夏季的清晨已是非常炎热 还好院子的环境很好 凉爽的风吹着吊篮不停的摆动 刚子一大早就来地里查看蔬菜的涨饰情况 此时的院子也出现了女主人的身影 就在前些时间刚子把厨房搭好之后 媒婆就给刚子介绍了一个温柔贤惠的姑娘 两人第一次相见就互相觉得挺满意的 后期刚子还打算把这个院子送给秋雅 后续就靠秋雅自己一个人维护 而刚子则是从新搭建更大的田园小院 从而版主两个人的机制需求 今天他们上山收集一些教系的树枝 打算用于菜地给蔬菜制作爬架 还真是男女搭配干活不累 没多久就收集到了一捆教系的足条 接着二人分工明确每人肩上都扛着东西回家 很快也成功地把竹条搬到了菜地 此时的瓜苗正处于快速的生长阶段 所以要在菜地里搭建出爬架 这样才能让地里的蔬菜结的瓜果又大又多 两个人的配合也非常的默契 主要是秋雅还是个非常能吃苦的女孩子 会做的农活也非常的多 两人肯定会把院子经营得很好 此时室外的温度已经非常的高 水里的鱼儿也冒出头来呼吸新鲜空气 爬架也在他们共同的努力下完成搭建 下一步他们打算给南瓜苗搭建一个比较大的瓜棚 在搭建之前秋雅先是在地上挖出四个机坑 而钢子也在利用柴刀处理刚才旁回的原木 等钢子的原木处理好 秋雅这边也把机坑挖出来了 接着就把原木放入坑内 不一会就在菜地立起四根顶梁柱 接着就利用泥土回田将柱子固定好 下一步就利用竹子搭建出上面的顶棚 一个人负责地竹子 另一个人负责按顺序摆好 很快顶棚就慢慢有了它该有的样子 接着秋雅回到家里拿来一些铁线 为了让瓜棚更牢固 他们选择了用铁线加固 而不是采用传统的竹灭捆扎方式固定 刚才还很大的太阳现在却下起了雨 在这样的环境下工作 真的可以体验到冰火两重天的感觉 此时的雨越下越大 刚子叫秋雅先回家避雨 而他正在收集一些腐蚀的树枝拿回去 等天气好的时候晒干了又可以当柴火用了 回到家的秋雅并没有休息 而是静止地往机社走去 看样子今天又少了一个生蛋的老母鸡了 而外面的家亲时刻关注鸡舍里面的情况 不宜会一只老母鸡就被秋雅提着往厨房那边走去 看样子多年没洗澡的鸡哥已经洗上了热水澡 此时的刚子也正好忙完地里的货 这时候的秋雅已经把所有的佐料准备好了 现在的社会像秋雅一样的姑娘越来越少了 不仅情郎贤惠做饭也产品非常的好吃 此时室外还在下着绵绵细腻 而秋雅所制作的美食也出锅了 曾经让人不喜欢的田云生 在秋雅的加入之后让人羡慕了许多 这样的生活虽然辛苦了点 但是有人在这里互相陪伴 再苦也会在饱餐一顿后烟消云散 这也希望他们的院子经营得越来越好 这是什么样的神仙爱情 男子花费长达两年半的时间打造田园小院 在遇到喜欢的姑娘后将整个院子赠予给他 这是秋雅接手院子的第一天 而刚子也去往新的场地重新打造更完美的院子 一大早秋雅先是把厨房门口的水泥地打扫干净 然后提前在厨房里煮上一锅稀饭 接着他就在墙角的位置拿上一把锄头往荒地走去 院子还有许多的空地没有被开垦 所以秋雅为了不辜负刚子对自己的一片好意 一大早便开始改造院子 在翻地的过程还不忘收集一些木材 等晒干之后又可以当作柴火使用 在他把地都翻好后 便走回家里到树根下拿上一些树苗 有小伙伴认识这个是什么果树吗 有猜对的话我让秋雅来年请大家吃水果 在没有开花结果之前我也不知道这是果树还是花卉 不过秋雅也娴熟地种起了树苗 没想到一个女孩子懂得的却那么多 难怪刚子舍得将整个院子交给他管理 树苗刚种好事要浇上一片水呢 这样有利于植物的成活 等秋雅干完地里的农活便收拾东西回家了 由于现在处于夏季天气比较炎热 所以早晚都需要给菜地浇上一片水 秋雅接手院子之后感觉比刚子还勤快 汽水灵菜和喂养家禽都是一气呵成 接着再打上一些煮好的稀饭 用于喂养家里的大黄和小黑 还有调皮的小菊猫 这样的田园生活极温心又有爱 花禽和宠物之后 她便开始给前些日子收集的木薯去皮 小时候一直听说吃木薯会中毒 不知道小伙伴们有没有听说过这一回事 而秋雅正在把木薯清洗干净打饭蒸来吃 不过现在的木薯应该都是改良品种 完全可以放心食用 趁着蒸木薯的时间秋雅开始处理一些树枝 后期可以当做柴火用 等柴处理完毕之后厨房的木薯也蒸好 接着她用碗盛了出来 然后就拿到外面一边吃一边喂着小动物 这样的场景是如此的温馨和幸福 吃饱之后她把刚才披好的柴拿回厨房 不然等下一场暴雨过后又白忙活 等忙完厨房的工作之后 她再次拿着锄头往菜地走去 看样子这个女孩还真的是闲不下来 应该用不了多久这个院子会更加的漂亮 在种地的过程一群小家伙也一直在陪着秋雅 这次她在菜地里面种上的应该是苦卖菜 种植完之后同样是到池塘边打上一桶水 天气比较炎热心一栽的菜苗 需要雨水充足才能保证茁壮成长 秋雅第一天管理院子就如此的细心 再次也希望院子在她的细心维护下会变得越来越好 同时也让我们一起关注钢子新院子的建造进度 这才是荒野建造的天花板 男子在荒野花费长达两年半的时间 打造出占地五千亭的农家小院 其院内不仅种植白种果树 还养植种类丰富的家庭 这样的二人世界会是你所向往的吗 天刚亮就看见外出打螺丝的钢子回来了 钢子的到来让狗子兴奋得跑了二里地 而最应该高兴的人还是秋雅 多日不见还懂得买上一些鲜花送给她 到时候用来种到院子里又能增添几分色彩 出门各把月地里的油菜花都开了 而钢子还没来得及休息就换上水 先往池塘边走去 前些时间跟秋雅通电话的时候 说到池塘边的平台已经损坏 所以她才急忙地跑回家将院子修缮一下 再重新搭建之前需要把池塘的水先放干 接着钢子拿上工具就往山上的方向走去 在搭建平台之前需要先收集一些原木 这次她挑选了更粗更坚硬的原木 在有的原木充当顶梁柱之后 她再次收集一些竹子搭建平台用 没用多久就搞到了一大宝 随后就把竹子扛回了家 此时的秋雅正在给水缸换水 长时间的蓄水让水缸里面长出了清淡 为了身体健康还是需要定时清理干净的 在搭建之前钢子先把竹子扛到池塘边 此时的池塘水也接近见底 而钢子也是把所有的材料准备齐全 接着就是狠心拆除跟随她两年半的平台 在钢子一个人搞不定的时候 秋雅也过来帮忙 他们先是将上面腐蚀的平台清理 然后再合力将腐蚀的顶梁柱拔了出来 此时秋雅在池塘边发现了不少的合棒 而她对合棒并不感兴趣 而是捡了一把比较干的柴 这满满的一大捧足够今天做饭了 而钢子这边正在按着原来的位置搭建平台 秋雅却在家做起了午饭 这样的分工简直是太完美了 相互努力才能让院子变得更好 在钢子忙着搭建的时候 秋雅也抽出时间帮钢子运送竹子 钢子在这边只需要按顺序固定好竹子 他们先是利用竹子把平台搭建出来 然后再用竹灭捆扎固定 突然冒出穿着衣服的小狗 感觉他们两个真的太有爱了 平台也在钢子的努力下重新修复了 而这时秋雅开始来到菜地摘菜 纯天然无公害的菜花肯定没有买的那种好 不过自己种植的会比较好吃而且还健康 秋雅还拿出了自己腌制的老檀酸菜 看这样子今天是有丰盛的晚餐了 而钢子还在平台上测试着平台的牢固性 没问题后他才把多余的竹子收集起来 等下次搭建其他东西的时候还能利用上 秋雅已经开始起锅烧油炒菜了 这时候的厨房屋顶早就藏着一只馋吃的猫 难怪小猫会躲在上面偷看 秋雅做的饭真的是不赖 这时钢子也是提前把外面打扫干净 然后再把吃饭的桌椅布置好 下一步就等着秋雅的美食出锅了 虽然说这一桌算不上丰富 但是就是这样的生活许多人都羡慕不来 简简单单两人三餐四季 许久没有坐在一起吃饭的 他们这一顿吃得格外的香 等钢子吃饱之后 他再次背起行囊出门了 为了接下来的日子越来越好 钢子只能选择背景离乡出门工作 有时候相逢总是短暂的 下一次再见面却还不知道什么时候 所以我们都应该珍惜当下 珍惜眼前人 这才是让人羡慕的生活 女子不仅占地白母打造田园小院 并且开垦良田种植果蔬实现自己自足 等蔬菜成熟之后 还给自己泡上一罐正宗的老痰酸菜 钢子出门务工之后 院子恢复了以往的宁静 而秋雅的日常就是开垦良田种植蔬菜 院子的占地面积还是比较大的 秋雅打算将其全部利用起来 到时候就可以把多余的菜拿到市场上卖 这样就可以给自己增添一份额外的收入 小狗时不时也来到地里陪伴秋雅 院子里的小动物的数量也在慢慢增加 每一块良田都是他一出一产的挖出来的 花费了一上午的时间 他就弄好几分地 接着他就提着两波及的菜苗往地里走去 他先是按合适的间距将菜苗放到地上 下一步就可以利用专业工具将菜苗种起 大家有认识这个是什么菜苗吗 有懂的可打在下方评论区给大家科普一下 没用多久他就把菜苗全部种好了 为了提高菜苗的成活率 他还踢水灌带一遍 刚种下去的菜苗就已经开出了小花朵 应该用不了多久就可以结出漂亮的果实 等秋雅完成的新地块的种植之后 他便来到菜地采摘一些成熟的芥菜 这个芥菜的长势非常的好 一片都够自己吃一餐了 前些时间钢子用芥菜制作的酸菜已经吃完 秋雅趁着芥菜还没有过季打算再腌制一些 在腌制之前需要把芥菜清洗干净 还记得之前钢子是先把芥菜晒去一部分的水分 而秋雅也是采用同样的腌制工艺把芥菜晒在屋檐下 等把水分晒走一部分后 这样腌制的酸菜应该可以保存久一点吧 芥菜准备过季这次秋雅打算制作多一点 把整个屋檐都晒上都还晒不完芥菜 在太阳的炙烤下 芥菜慢慢地失去它鲜艳的颜色 此时的秋雅掐准时间将芥菜收了起来 利用小刀将其切成小块 小狗也以为在做什么好吃的在桌子下等着 而这边秋雅这边还没切完就得到满满的一大盆 这样的院子住起来是真的安逸 其实生活本来就很简单 只是我们把它过复杂罢了 很快秋雅就把芥菜全部处理好了 随后它从厨房拿出一些盐巴 将芥菜先腌制一下 并且还得利用双手不停地揉搓 使芥菜均匀入味 这可不是用脚踩的 哦估计腌制出来没有那么正宗 原本嫩绿的叶子现在慢慢有了酸菜的模样 下一步就可以拿来提前准备好的罐了 把腌制好的芥菜放入罐子里进等发酵 很快第一罐就完成了封装 这时候秋雅到菜地里拔了一些香葱 将其洗净之后放入芥菜里面一同腌制 接着它拿来一个透明的空瓶子 把烧好的开水倒入瓶子中 紧接着在水里加上一大勺的盐 下一步就可以把没有揉搓过的芥菜放入罐子里 然后就利用汤勺将芥菜压实 这样就可以用盖子封装起来尽等发酵 等秋雅结束一天忙碌的工作后 才来跟小狗玩一下 小狗也是在院子里无忧无虑地奔跑着 很多的地盐都放入芥菜汁 基于激 drin流结了